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我们现在回到节目 读一读一个网友的留言 如果我没有记错,就是青山逃犯麻醉员 好了,不要记错了,因为我刚才拍到 题外说,有人说香港又再被查出是俄罗斯的白手套 香港... 香港护照的俄罗斯人在香港成立一间公司 内类似的一间货货仓 那间公司专用来购买土耳军使用晶片 经香港转运到俄罗斯 这件事是路透社查出来的 香港会很大件事 美国会用瓦盛立协定 制裁香港 这件事呢 之前我们也说过一件类似的 就不是完全一样 就是乌克兰媒体爆发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说的,没有人相信 有人说我们特意偏造这个谣言出来 那时候在节目下面有人不断留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说一句实话给大家听 我们说得出来的事情 就有根有根 如果你说没有根据 亂说 没有这样的事 那你说 是否真的可以说 不是我,不是我呢? 这个我也要说一说 哈哈 真的不容易说 不是我,不是我 就是 那一支节目呢 我现在在尝试找一个节目给大家听 我也要认真地说 我有些问题 找不到的 有些节目呢 比如一个人在做直播 我在找香港的问题 两个月前 我们就在正向部有个节目 现在大家知道 就是盲向正向也是有节目 那 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就是方便大家的 因为有些人就不去正向部那里看 我说回正向部的番号给大家听 就是2022-0930H 香港麻烦可能大了 现在已经是两个月前做的节目 乌克兰 呼鲁俄罗斯坦克 拆开电路板 里面竟然发现 他竟然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晶片 是追回源头 就是经香港买的 我不是说笑 那时候已经爆了 你说香港会不会受到影响 老实跟大家说 是有可能受到影响的 为什么我们之前会这样说 2022-0930 就是9月30日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其实如果要听直播也可以 直播也是有的 你可以用番号去查2022-0930 不是0390 0930 那你去看看 就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就是 这一次 路透社再爆 我告诉大家 就不只是一间公司会爆这些东西 就是会做这些东西 在香港 但是 为什么会这么不幸运 被人撩倒出来呢? 就是说一句认真的说话 有些人做这些生意都很高调 其实就不应该这样的 之前我也说过 就是香港和内地 就是 美国不是当香港是内地的一部分 就是 为什么香港可以这样 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呢? 就是有些东西 就是曖昧 香港其实一直都是靠 这个曖昧灰色地带去找食 那么 有些人又出来说 不是啊 我们要美国都制裁香港 那其实制裁了什么人呢? 我说一句真话给你听 制裁了一些 靠香港特殊地位找食的人 其实就是 那些事情是没得做的 之前我也解释过 你觉得我狗说吹嘴 不是啊 现实就是 现在你没办法强行做下去 你强行做下去 其实是因为你订货 你追回头 你土耳其也是一个北弱国家来的 你说土耳其是北弱国家 有很多东西 其实美国都不知道 那么 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算盘 但是 你说美国佬是不是在土耳其 没有情报系统 那我告诉你 当然不是 美国佬当然是有情报 对吧? 那么美国佬在香港 有没有情报系统 那当然有 那么他们要追回 究竟你香港有没有做这些 就是 在美国的角度来说 是违法的行为 很容易追得到的 就是我说句实话给大家听 你可能不相信我说的 但是 你就看看吧 现在我们两个月前说的 现在是 其他人都说的 一样而已 为什么我们两个月前可以说的 因为我们两个月前 就是在乌克兰的媒体 已经是 有人告诉我们 他们已经是找到这些东西了 你说他用两个月时间 要追回 那间公司出来 有没有难度 我告诉你 其实是没有难度的 就是 就是说句真话 就是 有时候就是 你听我们就早点知道些东西了 不过 没有用的 有知识 或者识字 都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现在 这真的是一段 时段的主题 不是节目主题 是这个环节的主题 就是 劉兆佳他确认了 有些是他 我不知道 劉兆佳他说什么 佳叔 因为以前说话 都很谨慎 他竟然 就 确认了一件事 就是 识人好过识字 他说中央是着重人大代表背景 和在外国阵营里面的人物关系 哦 那就是 识人好过识字 哈哈哈哈 竟然是他确认 就是 现在就是人大选举 大家知道 港区人大换屆 他就说 跟过去惯例差不多 但是看上去 那个游戏规则是保存了 在外国者治港的大势之下 中央更加着重人大代表的 专业背景和过去的工作表现 在外国阵营的人物关系 以及能否发挥 以政论政的重大作用 哈哈哈哈 就是 人大代表是不是要出来 哦 現在特区政府很趕急要釋法 那些才是作用 哈哈哈哈 現在 也要说一说 就是 那个说要很趕急釋法 那个 谭耀宗 他又出了来说 他说 预期 都不会那么急釋法的 哈哈哈哈 说到好像很趕急要救火一样 哈哈 就是 拿水都拿不及了 要凹凸才行 要凹凸才行 要凹凸去救火 哈哈哈 结果就不用了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个真是可笑到不得了 就是 你说 中央是不是 注重 这个 人大 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 注重 这个人大代表的 但是你说 就是 是不是会注重 那个外国阵营里面的人物 关系呢 就是 我反而是 看法是倒转 哈哈 有太多人物的人 就 其实不是那么好 哈哈哈哈 太多人物的人 就是唯威威 哈哈哈哈 是不是整件事是不太妥了 那 那 哈哈 哈哈 劉少佳他就说 中央要求 香港进化融入国家发展大国 这个是没错的 并且在国家发展的格局里面 发挥独特的作用 这个也是真的 哈哈 就是你要跟外面联通 以及一国两制 就是你要有一个特别的作用 你如果搞到 就是有人想在香港搞到 这个特别作用 就没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是想笑 真的没有办法 这些是 真的都要说了 嬴儿虚虚虚 准管者 师傅 笑 他就说 特别是推进国民教育 和外国教育 建设方面 要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那 这个问题又是 又说出来 推进国民教育 和外国教育建设 现在就有些人 搞到私人机构去搞 然后 我们要说 为什么要找一些私人机构去搞 而不是经特区政府去做的呢 就是 我真是 到现在都不明白 就是 如果 私人机构教的东西 和特区政府说的东西 有冲突的时候 你听那个私人机构说好 还是你听特区政府说好 蛤 这件事 我不是想 针对某些人去开一些民间机构去搞国安教育 不是针对 战狼兄 但是 如果他教的东西 和政府说的东西 就有冲突 整天有冲突的 他们说的东西 就是这个战狼兄 和 战狼兄是谁 要坐两个冲锋车的 要同一时间坐两个冲锋车 就是一个屁股可以分开的 坐两个冲锋车的那个人 因为他搞的嘛 现在那些民间团体 严格来说 他说的东西 和特区政府做的东西 是不适合的 不适合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听他说 或者你去这个 竹高湾隔离员 就是个个都学他去打 要医管局送两架冲锋车给他 要陈肇始送两架 那时候是陈肇始 现在是要 要同一标准嘛 就是要奴局长 哎呀奴局长 给他一架冲锋车过来 那 是不是要这样 哈哈哈哈 那就是外国教育 你这样不行 其实整件事就 是不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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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真的不想 佳叔说得不对 但是 你有没有搞错 就是你出来说 说到就是 识人好过识字 其实香港人呢 有很多人都很生气的 就是为什么呢 其实社会上呢 有一股怨气就是 就是 发现了这个社会上呢 是识人好过识字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怨气的源头来的 结果 人大 哦原来中央是会看 你的 人物关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我都忍不住了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笑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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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了 很无奈的笑 苦笑 那 有人就问佳叔记者 当然是 问他 对于工联会副会长 邪爱雄落選 是不是感到意外 佳叔就说 不会把一个半个席位 看得太重要 始终呢 爱国阵营比以往庞大得多 愿意参政的爱国人士 亦都增加 呃 比较传统的爱国团体 未必佔特別优势 或者 必然能够成功 保住以前人大的阵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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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说佳叔说 哇 中央领导和监督之下 外国阵营 要 有要求 他代表 相当团结的 应付 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 喂 你香港那班人 根本就是 内部敌对势力的一部分 哈哈 支持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即使涉及利益矛盾 应该不会影响 他们以囤结的姿态 展示在香港人的面前 哈哈哈哈 不是啊 你看 就是爱国阵营 看 就是今年年初 他们做的事情 根本上 就没有跟特区政府囤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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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我也不想 他這樣笑,介叔 說真的,我知道你跟外國者都很熟 阻礙國家的人都很熟 但是你這樣說 好像真的不太適合 介叔說 不敢評估下任人大常委人選 但是這個人肯定在中央眼中 和整個外國陣營裡面 有相當高的政治地位 比較有威望,受到各方尊重 始終不單要參與人大 還要參與常委會的工作 對國家 和對香港事務充分認識 但是之前上一屆的 譚耀忠有 對香港的事務就不太認識 對他有份搞的 港區國安法都不太認識 這個真糟糕 他有份搞的 他一定會懂得多 不是,港區國安法有文字寫出來的 你不是說 他請不到律師,就張建安送去大陸審 這個不是國安法寫的內容 但是他敢說出來的 這個譚耀忠是 哈哈哈哈 真的 不要覺得我在此恥笑他們 我是這些仁儀書少 准管者是虎少 他還有說 在社會上代表中央解釋 對港政策和大方針 他從來都沒有解釋 從來都沒有解釋 哈哈哈哈 從來都跟特區政府對著過 其實 老實實 上一屆特區政府很多事情 我認為都是跟中央溝通過 才吵 但是他們那些人 就是不斷在香港說 你沒有跟中央溝通 你沒有 我才有跟中央溝通 哈哈哈哈 左凳就說 現在很團結 胡憑狗黨一大堆 哈哈哈哈 哎呀,真是好笑 哎呀,真的 這個 我要回來講一講 有時候真的看到就很生氣 哈哈哈哈 根本沒有什麼所謂 你這樣搞的 好了 他也說 常委人選不一定要做人大或政協 中央想法要盡量發揮人才作用 不一定是輪資排輩 他沒有講誰 他相信人大常委會 應該有香港和澳門的代表 這是約定俗成和政治共識 沒有 本港代表被選為常委的可能性很低 這就是劉兆佳說的 剛才我講過譚耀宗 他出來就說 他就說 就是 現在都會說會不會去釋法 就是港區國安法 那麼 譚耀宗他就說 現在法庭 明年九月才審理黎智英案 特區政府就有時間研究 用什麼方式處理 你不是說很急的 急到要立即去處理 這個人大釋法 為什麼現在要去明年九月都不急的 真的可以十個月後才處理 哈哈 本來就說 嘩!很冷靜 即是快要賴 好像梁振英那些說 嘩!不行啊! 振英出閘了 如果不去的話 你就解決不了 哈哈哈哈 出閘了 快要爆破釋土舌了 哈哈哈哈哈哈 結果他就說 估計這個月 舉行的常委會 會不會處理釋法的問題 你們搞什麼 好了 空偉師就說 這個話題也有點過 譚耀宗 在人大常委的時間 相當低調 不是相當低調 不過你自己想想我兩個字是怎麼說的 他不說話 問題就是 他在關鍵時候亂說話 其實就更嚴重 真相就是 哈哈哈哈 哎呀! 這家人不是急到爆嗎? 譚先生 我都覺得很嚴重 車車車就說 譚X中 雖然有份起草國安法 但很明顯 他根本不清楚自己寫過什麼 人大很忙 全國很多事務要處理 不是只是招呼香港 哈哈哈哈 好了 講到這裡就算了 即是 如果你覺得我講得有些過 其實我真的沒有講得有些過 我跟他們講的 我覺得有些事情很荒謬 即是 就是 我跟他們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